大家好 那個 今天的成果 就是 呃 好我先拉下來 好就是今天我覺得我 正當我覺得我 一整天都推坑的行流水 然後我想要推坑隔壁坑的人 來幫我們Present的時候 就失敗了 就ERVAN 其實是我們是同在那個EID的Channel 所以大家可以加入這個EID 然後我想說 我們的討論他都聽到了 他應該可以幫我們Present吧 他就斷然拒絕我 就照著上來 好今天有 颇大的那個 那個成果就是 我們本來是只有兩個人 今天暴漲成這一組是12個人 好感謝大家的那個參與 然後今天我們有獲得了一張這個 這是我手 手繪那個 那個遺選的手繪 就是Double手繪 好那 我們有了一個很很 不錯的架構圖 雖然是手繪喔 就是我們這個EID就有 展出了這個Game組 然後Installation組和Panel Panel還沒有那個規劃 但是今天Storyline這一部分 就有很長足的那個發展 那我但是 但是我想要尋認一下 剛剛有一位那個 心得要寫故事線 但 欸 你知道呢對不對 對吧 以E-mail來一下 那個擅盡PM的責任要追蹤所有的人 所以我們練了那個順序 我們先寫Storyline 然後把這個現場展的那個故事類型 還有互動的形態也想了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整個EID數位身分證 跟這個遊戲跟這個展 和 目前2020年的這個運動的架構 先釐清了 然後把遊戲和現場的展 也大致釐清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 開始寫樹狀圖的遊戲腳本 大家都沒 我們在這個12個人裡面 都沒有人真的寫過 但是大家都 討論了蠻多的概念 和實際的故事線 所以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這個共筆來 我們這邊 策展的論述傳達訊息 這部分 如果有任何想到的 這在場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都可以來寫 就是我們把這個主題 跟今年的這個 數位人數位身分證 和數位人權相關的可能性 都先列下來 然後再來是有這個遊戲的設計 那遊戲的設計 我們現在目前是 以這個3到5分鐘為主 那我們有角色的設定是公民 所以我接下來也要推坑 就是你沒有在 我們現在這個channel 或是這個team裡面 也可以寫 因為我們的storyline 是可以無限制的去延伸 因為我們會在分類 所以你們現在只要打開這個共筆 在那個提案區對不對 就可以往下繼續寫 這個情境就是我們已經到2035年了 我們已經這個數位身分證 已經用了 可能我們都已經植入晶片 我們可能生下來就 新的寶寶就植入晶片了 所以這是一個 反烏托邦的時代 那在這個時代裡面 有各種各資的 被保護或不保護的各種情境 現在如果有想到任何idea 請幫忙從這邊再繼續列下去 就是你的各自可能是進入到實體地方 就可以刪除啊 或者是你去那個要 前往一個 一個買東西的路上 碰到前方有一個 抗議事件 那你的手機就出現alert說 你真的要去嗎 因為你可能之後 會被政府就是做什麼事情 不知道 或是你會被解約 任何的這個 跟各自相關 然後跟所有人群相關 想到都可以 歡迎來這邊繼續寫 所以我們的故事 scenario 還在長大 然後接下來會變書狀圖 好 這個是遊戲 線上遊戲的部分 好 第二部分 就是線上遊戲 會變成在一個展區 好 還有一分鐘 那我們今天也有很快速的 這個遺旋的貢獻 就已經畫了兩種 這個線上 呃 現場展覽的示意圖 那我們可能會採取 第二種這個方案 那這個因為是在實體的空間 而且是實際的 12月14到20號很實際哦 所以有可能會 需要更多的社群的同朋友來參與 這個這個測試 或者是社長 或者是去幫忙顧談 或者是去說明 那這個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到這個共筆來簽名 那最後就是我們的 channel在在哪裡 在EID 在在EID 昨天才成立的 就是EID 那歡迎來進入 來很深用 我就會去找你的E-mail Travind 加入 哈哈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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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